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成7点11分24秒了 我们在今天早上先跟您来专访 跟您来专访台北市政府的市场处 公有零售市场科的何湘庆 何湘庆科长 我们请科长来跟我们聊一聊 最近对于传统市场 做了很多很多努力的改革 科长您早 主持人你好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科长容我在一开场 先跟您说一声谢谢好不好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夫 我经常要上传统市场去买菜 那么我必须这样的很诚实的 跟所有的听众报告 这几年我们在传统市场里面买菜的时候 看到了这些形象的改革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心 非常地感谢 就是我们走进传统市场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很干净 很明亮 又不潮湿 这样一个很亮丽的形象 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处的努力 才让今天的台北市的传统市场 有了这样新的面貌 科长让我先谢谢你们好不好 辛苦了 那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请您来接受访问 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 2017天下第一摊的金赏奖 我们分了好多好多这个项目来评比 那么有总共13座金赏奖搬出去了 好 这个先利用一点时间 要请科长告诉我们 这个金赏奖是什么样的比赛 那么今年的比赛结果又是如何呢 是 今年 传统市场集 我们就是有办天下第一摊的比赛 那我们把比赛的项目分成四大类 有包括熟食饮食类 还有生鲜摆杂货类 还有创新行销类 跟经典卤肉饭 那经典卤肉饭是我们国民美食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 特别出来办的一个 就是特别的一个竞赛 那我们这个是透过专家秘密客 这是现场庭位现场评选 然后我们在主场活动的时候 也办了一个公开美食的评选 跟民众现场票选 所以我们经典卤肉饭的部分 我们就有三个得奖的摊商 那这个是受到大家的好评 那其他各市场都有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月子 他们经营的一个 不论是服务或是产品 都是得到大家的一个赞赏 所以卤肉饭这个评比项目 是今年才新增加的 对 今年是我们历届的 一个天下第一趟活动 我们今年特别把卤肉饭 当成是比赛的项目 那明年还会有吗 我们每一年都会 就是会同盘的一个 去规划好好的一个活动 基本上我们都是 每个活动都是针对整个市场的发展 来让它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那正如主持人刚刚讲的 传统市场这几年来 就是有很长组的进步 因为大家的传统的印象里面 认为传统市场就是比较湿 比较湿 比较乱 事实上这个在台北 特别在台北这边 这个整个改变 它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整个 其实也不敢讲说 是我们单独市场出 一个方面可以推得动 这包括我们叶子 它在学习所有的零售通路 有限的资讯 或者是整个资源的一些服务的部分 还有我们目前整个社会 在整个相关的消费者的接受度方面 都一直在提升 大家一起进步 这是台湾社会进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呈现 您的意思是说 就连摊商也改变了过去经营的 一些概念跟模式 他们也知道说自己一定要进步 才能够继续吸引消费者 不然的话 消费者就被吸引到大卖场 或者是很明亮的这种 比较大型一点的购物中心 去买菜了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一直告诉我们的业者说 事实上 我们在这几年的市场结合 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传统市场 它有它的一个 特有的一个竞争优势 我们讲是蓝海策略 因为你要跟一般的大卖场竞争 所有的价格的话 你就是没办法跟人家竞争 但是事实上传统市场 它是就像我们柯市场讲的 传统市场就是一个城市 一个绿或者一个窗口 它是一个窗户 所以说我们就是透过这一点 我们一直强调它的在地生活 在地文化跟在地食材这个特色 那我们想办法去把它 透过我们很多这个活动 让所有的我们的民众 甚至我们的观光客 能够再去体会到我们 传统市场的这个美这样子 好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是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市场处里面的 公有零售市场科的 何湘庆何科长 请科长告诉我们 事实上 不管是我们在五月中 才刚刚公布的这个2017天下第一滩的 金赏奖的这个整个比赛的结果 或者是未来整个的这个 有关于台北的零售市场 公有的零售市场里面 我们看到这么多摊商 跟还有市场处的同仁们一起的努力 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 当然你们有没有一个统计 科长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好像来到传统市场的 这些购物的民众 应该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 这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吗 这部分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在做 整个传统市场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说事实上在早期 传统市场它是主要的一个零售通路 就是说早期农业社会的阶段的时候 菜市场大家买吃的 或是买用的 甚至买用的 传统市场它的整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随着整个清流物流跟资信流的发展 现在整个零售通路它还是变成多样化了 我们刚才讲的现代化的超市 我们一些便利商店 或者甚至各式的一个大卖场 它一直出现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传统市场 它不可能再跟以往一样 它是主展所有的零售通路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区块 所以它有一个市场的区隔 那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个市场区隔内 我们去慢慢的第一个把老的顾客找回来 第二个我们让新的消费者 年轻世代消费者能够再重新来认识 接触传统市场 所以我们在过去在这些年代的市场节部分 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区块 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重新认识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一直在提升的传统市场 好的 我最后又要请教科长这个话题 因为我看到网络搜寻的时候 我看到说六月份市场出又要退出 另外一个新的活动 它就台北市场好卫行活动 行是形态的行 我不太懂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先利用今天我们节目时间 跟大家宣传一下好不好 是 这就是我们在讲说 认识一个市场 认识一个城市 就从认识市场开始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 人家背包客 要去来管特别市场 我们就规划了这个三个路线 一个叫做天下第一次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通市场 还有我们南门市场 那个是我们签台湾的标杆市场 另外我们就是一个强调 那个美味的一个叫做 炉香爱陶客的一个行程 大家透过这个行程可以吃到我们美食 传统市场的美食 那第三个就是文青 清旅行 那我们有些市场 它具有就是在地文化 在地生活 比较早期的那种古典的那种 就是特色 那我们也希望背包客 透过这个旅行 可以认识到 台北市的一个市场 它还有一些保留 保留一些很传统的 传统的那个特色 那这个活动我们是 这个这个业 我们已经透过那个 征选所有的参加之后 大概三个行程 大概都已经刻满了 三条路线 但是没关系 我们的有兴趣的民众 都会透过我们的那个 台北传统市场 节的官方粉丝团 或是那个台北 享宴乐器粉丝团 来看这三个路线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路线 来逛我们的市场 也来认识台北市 享受这个台北市 非常好的一个观光的资源 这样子 好所以要记住这几个字 台北传统市场节 好来我们非常谢谢 今天台北市政府市场处的 公有零售市场科 何湘庆何科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科长谢谢您哦 谢谢 谢谢大家 您吃过台湾小吃 卤肉饭或是肉燥饭吗 由台北市政府评选出来的 北市各传统市场 天下第一摊 卤肉饭金赏奖才刚出炉 让这款台湾小吃 再度成为网民热议焦点 除了买菜 你上传统市场 都吃些什么呢 你常去的传统市场 是不是又脏又乱呢 6月9号星期五 早晨7点20分到7点半 欢迎听友Call in 分享您的看法 不管是打电话进来 或是在WeChat发言 我们都要送你 精美的央广明信片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Call in 请播 面付费电话 01010800 886 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 01010800 186 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 也可以拨打新的免付费电话 0800 880 699 节目微信 WeChat账号是 央广早安台湾听友聊天室 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进来 请事前将意见 姓名联络电话 寄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 ATRTI.ORG.TW 我们将打电话给您 6月9号星期五 早晨的7点 20分到7点半 只要发表意见 央广明信片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周五大声宫 时间已经超过了7点23分 我们赶快开放现场 因为今天可能 所有听众打电话进来 都必须长话短说 时间不是那么的多 第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等很久了 他是张大哥 张大哥你早 早上好 我买菜 我喜欢 那个 买那个 那个农村的老人家的菜 有时候买一大堆回去 啊 了解 所以这个 在 您在广东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广东的这些传统市场里头 有 当然 除了买菜啊 买肉啊 这些生鲜的食物之外 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吃 在那里头 对对对 有有 您最喜欢吃哪一样小吃 我最喜欢吃大陆的小吃的 我广东在这的话 我最喜欢吃的是广东肠粉 肠粉 这个我爱啊 好 了解 张大哥 因为今天我们开放现场时间比较短了 很抱歉 我们只能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先聊到这里 有很多听众要一块表达意见了 谢谢你 谢谢 张大哥喜欢吃肠粉 我也爱吃 第二位的听众打电话进来 这是确许 确许你早 你会去传统市场采购 陪老婆去 这样子好 偶尔有这个 你会说明自己去 不过他菜单都开好好的 是 你去传统市场喜欢吃什么小吃 我们先澄清一点 卤肉饭不是台湾的小吃 不然是什么 卤嘛 我们知道 季卤玉境山干 卤是哪一层的简称 你说那是山东 没有这是开玩笑 因为有些人会写白字 会写那个卤 其实应该是 煎煮炒渣卤那个卤 不是那个卤 对啦 你害我怕一条 你 开玩笑 好 那你喜欢吃卤肉饭吗 当然喜欢 台北市哪一家卤肉饭 你OK的 哪一家 不好意思广告吧 三重有几家蛮好吃的 三重 然后 然后 长假那一家 我就后来并不喜欢去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我们就不用讲他的名字 那个市场原则 爱长相 卤肉饭要好吃 它除了那个肉燥 要肥瘦个半之外 它一定要加一点多皮下去 是 对不对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酸黄瓜在那边 是 然后有一家做便当的 它很厉害 除了卤肉饭以外 它会给你一两条虾卷 你知道我讲哪一家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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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也很好吃 好 你给我一个灵 你给我一个灵感 有一天我们可以来讨论虾卷好吗 虾卷我是专家 那很棒 特别多分 超绝的 对 好 我们非常谢谢 这个确许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谢谢 今天很抱歉 我们聊的短短的了 来 第三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这位是马来西亚的全华 全华你早 自平早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拍子 打电话来没有人见 这样子 没有 因为我们都满线 是啊 可能是啊 全华 马来西亚当然也有传统市场 对不对 对 那你会上传统市场买菜吗 有啦 可是比较早一些比较清洁的啦 马来西亚的传统市场会像一般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主题 他们也有一些革新的运动 也就是说会希望自己的一改过去非常潮湿啊 阴暗的这种形象吗 在市场里面 你要吃那召集 召集市场里面就不会就不会烧湿 就比较清洁 是 我通常去买菜啊买什么啊 都会跑去那个超级市场里面 那你去超级市场 你去那个传统市场有没有吃什么小吃 小吃什么我都吃啊 好吃的我就吃了 吃沙爹啦对不对 沙爹 沙爹不好吃的 不然还什么 沙爹标 沙爹标是什么 炒果条 冰层的很好吃啊 今天早上这个话题实在是很自虐 台湾的那公园也是很好吃 好没问题 我们会把这个明信片寄给你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这个时间越来越少了 来 楚大哥也打电话进来 楚大哥你早 你早你早 主持人你好 楚大哥 现在还上菜市场呗 上菜市场哪有不上呢 我说 所以这个年纪大了还上嘛 对不对 就当运动一样 是不是 对对对 那去这个菜市场 传统市场 您都吃些什么小吃呢 那个我们这个有那个四大筋啊 有炒面筋 嗯 炒面筋 炒面筋 听不懂 一担骨贴 骨贴饺子 啊 锅贴饺子 哎 天哪 今天所有来宾好像都来 这个要贿赂我一样 或者是讨好我一样 所有讲的小吃都是我爱吃的 肠粉啦 炒果条啦 锅贴饺子啦 那都是我的最爱 怎么办 我爱死你们了 对 我是市场最遇啊 好 这个还是这个要爱老婆 所以还是要陪他逛逛菜市场 对不对 对 买菜啊 这个吃吧 市场精致了 请要看看 炖炖 嗯 这样子 然后 乌美咱家不吃亏嘛 是 没错 乌美咱家不吃亏 对 在这个菜市场里面 杀价也是个很有趣的 这个 一个 一种乐趣 看好了 看中了 在杀价 嗯 好 谢谢 卓大哥打电话进来 今天节目时间 已经快要到了 谢谢 卓大哥 谢谢 这个 今天呢 只要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都会送你明信片 会送 记上啊 那么 今天的志评也很 很遗憾 我们没有空多 看一看这个 其他网路上的留言 您放心 您在网路上留言 我们也都记送过去 给你好不好 这个 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志评在这 先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咱们下周一见咯